陳偉銘幼稚行為 讓好友高山峰超傻眼 我們站在路邊 然後一台旅車開過 過了馬路之後 同樣一台旅車 他可能在等人 所以他在繞著那個街道在開 又繞過我們 結果這個時候陳偉銘就說 好啦 你不要等我了 你先...對不起 我們想說 這還在發你什麼事 你可以再幼稚一點 好可怕喔